Hello!大家好,我是ntil 欢迎回到我频道 很久没有做开箱的视频 最近期打了很多快递 有gedec опис at those drowns 采购的一些物品 另外还有就是从国内淘宝集运过来的几大包裹 那今天就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在Lostruer采购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气垫 这是Georgia Money 红气垫是4号色 颜值还是挺高的 意思是听说这款气垫还不错 无论是它的遮瑕度还是它的持妆度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之后的话呢要去医院生产 所以就是如果想要化点淡妆的话呢 那气垫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那些粉底液什么都太繁琐了 所以我就趁着Lostruer活动的时候 我录了一个气垫 这还是挺高级的样子 之后我试用一下 然后再拦缩一下它的持妆度和使用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我今天就是用的这款阿玛尼气垫换妆 那整体来说它的服贴度保湿度都还是非常OK的 但是遮瑕度相对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好 还需要在有动印或者说有一些单点的地方进行一层底层的遮瑕 那持妆度和保湿度我觉得是非常OK的 而且它的这个气垫就是会有一股就是那种香香的味道还挺好味的 其实YSL那款颜值也很高 但是呢相对来说YSL就没有庄家阿玛尼这一款持妆度和遮瑕度那么好 所以经过对比之后呢 我最终还是选了庄家阿玛尼这款黄系一点 看一下第二届这个大箱子是什么 现在很惊喜的 我买了一些很香很香又能让心情很愉悦的东西 一大箱子 都是大牌 香烂的沐浴露 还有就是洗瓣水 因为这洗瓣水比我想象当中的好像又小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香烂的沐浴露 之前我买的那一瓶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又买了一瓶新的 这一瓶呢是不同的味道的 但是这个瓶纸的设计我还挺喜欢的 谢谢 我拆了再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盐子 嗯我已经闻到三味了 来了 哇没有很高级的感觉 这是我怀孕期被用来愉悦心情的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体型越来越大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没致性 有的时候就是洗完澡 比如说你闻到自己身穿香香的感觉 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呢我也不是每天都用 就会搭配着其他的沐浴露一起用 那之前那瓶的话就是用了半年已经弄完了 所以这次我就挑了这一款 另外这一款是蓝色的沙奈的沐浴露 这是我老公的 我老公之前的一瓶用完了 所以呢又入了一瓶新的 那这个之前也有分享过 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蓝色入手的 如果说想要送男朋友送老公礼物 也可以选择这一款 它不仅就是很高级 而且它的味道也非常非常棒 哇 看有没有很高级的样子 真的超级超级漂亮 而且它的平面设计是这样子 就是一推然后就可以接出来 嗯 它的味道特别特别好闻 而且其实性态度也还是蛮高的 就是选择送礼物啊 或者平时自己用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是我老公长期应该用的一款 不如 另外这一套是露的一套洗霸水 这套洗霸水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刚好刚才说在搞铺露 它是 里面写三瓶 啊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啊 一共是三瓶 分别是磅膜洗霸水跟花树 这一套的话 搭配起来就是99美金 尤其这个对于 呃经常染发烫发的 修复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之前我也录了 Origan这一套 它是相对来说 会让头发更加疼松 减少掉发 那这个的功效 在那个基础上面 还会要更加具有修复作用 就有着录的这一套 这个牌子的洗发水 那种都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之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这些就是我在Lost John Russo的 最近打折的一些东西 然后也是最近需要用到的 看一下淘宝买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非常火的那个手风鞋 一个小狐狸的这样子的一个手风鞋 然后这个是手摇 动物手摇 然后这个是一个挂键 就可以挂在车上 也可以挂在音乐车上面 可以让它玩 可以发出声音的 在这里买的话还挺贵的 美国这里好像一顿半十几美金 另外就是买了两个这种 放在洗澡盆里面 你可以让它玩的 它会自己抓 会自己走 而且它还会喷水 这个小猪猪是会喷水的 另外这个是一个温度器 就放在洗澡盆里面 可以测量水温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水温过高 在这边有刻度 另外就是买了两套纸杂鞋 这一套是带小解刀的 这样子的 就是有各种 剪刀啊 纸杂鞋啊 小面子 这个是电动的 配了不同的这个电动纸杂鞋的头 然后可以替换人使用 这个就是三个来说会比较安全 不会伤到宝宝 因为宝宝出生之后 其实你马上就得给他修剪指甲 以免他抓伤自己 在阿姆兰上面没有卖 但是卖三个来说比较贵 也就好像要十几美金 那在淘宝集运过来 三个来说会比较划算一些 另外这个是买了100% 为什么 它是可以画出生意呢 小朋友 欢迎来到罗基加族之 询问狗外选吗 请下选业键开始哦 小乐带小朋友们 看作浩瀚的宇宙 火星 火星 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 是太阳系 由内往外数的 第四颗行星 它是可以充电的 所以还挺好的 以后就是宝宝再大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让它学习 另外就是买了一个吸皮器 吸皮器是必非 因为宝宝出生之后 它的各方面的就是 呼吸道的功能 发现还不是弄选 有的时候彼此会有色 所以一定要用吸皮器给它吸引 这个是买了两套 这种呼吸 在之后它爬行的时候 就是在学习走路的时候 就可以保护它的 就可以保护它的膝盖 不会碰伤 所以买了两种呼吸 这个是车贴 这种是持席车贴 就是可以替换的使用 你不会在车上弄下来 所以我买了几个这种可以替换的去用 这个是一个证捷收纳包 就有一些这种证捷 就可以放在这里 它容量也比较大 作为一个收纳来使用 另外就是买了几件衣服 第一个是这个长袖 因为之后的话就会开始冷 就这样温暖 所以就要穿长袖 尤其洗澡完之后 就不能着凉 所以就录了一件这个 然后这个是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非常轻薄 我问了一下老板 他说现在也可以穿 环境期间也可以穿 然后之后也可以当肉里头来穿 因为它的这里有个小心机的设计 特别这里有个小心机的设计 这个是中长版的 这个也是一条连衣裙 因为这些很多衣服都不能穿 所以就买了一条连衣裙 这个连衣裙是弹力超大的 就是玩双方胎都能穿 然后我买了一条裙子 这个上完之后就不能着凉 所以尽可能还是穿长裙 这个是一个条纹的小写裙 然后就是买了一些这种打底裙 我觉得是穿裙子的时候可以穿的 它是这种滑滑的面料 非常舒服 而且非常便宜 在阿里巴巴上面买的 好像一条才15块钱 之前很多打底裙都穿不了 因为现在烫了嘛 最后我要分享的是这个妈妈糕 是我经过跳雪之后最终跳雪的一块 我觉得非常喜欢的 而且是今年专属的老虎的妈妈糕 这款妈妈糕的系列也非常高 才100多人民币 它的容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它是这种黄水面料的 前面这边有一个袋子 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而且里面是有夹层 可以放奶瓶之类的 那后面这边也是有拉链袋 侧边的话呢 这边也可以放保温杯之类的 它不仅仅可以手提 还可以双接杯 那这款妈妈糕手箱的颜色 我拿的是黑色 另外还有一个银色和一个藏蓝色 之所以跳雪的黑色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外出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都可以背 又以后就是带着宝宝出门 就会有很多的东西嘛 用来平衣药布式紫巾等等 一大堆的东西都可以带 所以最好还是要被一个这种 装接包外出的时候 就非常方便了 那这款妈妈包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淘宝上面收一下 就可以找到 或是我也会把人接放在下方 描述栏里面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好整体今天的开箱视频 就到这里了 购买了非常多的东西 但是最近的采购 基本上都是以宝宝为主 因为有一些东西在美国这边买 的确相对来说比较贵 所以呢如果从淘宝集运过来 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划算 那之后的话呢 还会有几批货 也都是宝宝的一些东西 会集运过来 到时候再跟大家去做分享 如果说你对视频当中 一些产品感兴趣 那也可以就是 看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 我会把所有产品的链接放在下面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一些疑问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互动 那本期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